台湾兄姊姊今天大年初五 台湾兄姊姊已经开工了 我们要进行现场的节目 祝大家心想事成 新年赚大钱 我们来看到昨天晚上 蔡英文总统拍板定案了 由前副总统陈建仁 担任行政院院长就是新的格魁 前桃源市市长郑文燦担任副院长 前基隆市市长林佑昌担任内政部部长 内政部的次长陈宗燕接任 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传说驻美大使萧美琴 要回到台湾来接外交部部长 进一步也可以跟赖清德搭档 参选2024 而这次的新格魁 会朝的是女性 还有年轻化的方向 明年早上10点钟 总统府会正式对外宣布 会有更多明确的人选跟消息 那么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谁要出来选 郭台铭说神明决定 那柯文哲前市长就帮侯友宇解套 一公侯友宇在新北市13年 他是可以选总统的 那么柯文哲这一次过年当中 他也是新春四处走透透 他为自己的2024暖身 既说蓝白和国民党跟民众党和 柯文哲说不可能 一公这个DNA不同 没有融合的可能 另外还有美国的媒体说了 说新科的这个众院的议长 麦卡锡在今年春天会到台湾来 麦卡锡一直反攻立场很鲜明 主张说应该强化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增加对台湾的军售 那麦卡锡接的位置是谁呢 是去年曾经来到台湾的裴洛西的位置 你还记得当时裴洛西到台湾来的时候 当时中国很抓狂 出动了非常多的军机来干扰我们台湾 我们至少也出动了20架次的军机来护航 学者说 这次麦卡锡真的到台湾来 北京所以一定会有动作的 今年春天也有台湾跟美国跟中方 三个国家关系很特别的互动 今天各位来宾 初五大开工已经到现场来进行 初五即时节目的事 又准备跟各位介绍我们的资深媒体 王杰明 就大家初五迎春那福 爽爽赚钱 这都是大家的老朋友 杰明哥 今天内阁会朝着女性跟新年轻化的方式 所以今天你排我们第四个发言 是 好 没问题 因为今天都是女性 是 是 是 我们一定要让女性发言 是 是 是 尊重女性 又准备这位事也是我们资深媒体林玉慧 我也好 祝大家红兔大展 红兔大展都昂爬爬 那今天 那初始终我们谢谢 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 是简树培议员 大家好 祝福大家玉兔赢 就会赚大钱 第四位 有没有发现她瘦很多呢 哈哈哈哈 邱明玉 明玉姐 大家好 跟我一起奋发吐墙 然后可以扬眉吐气 然后继续甩油吗 嗯 没有 就大家这个赚大钱 明玉姐整个 明玉姐整个脸都小一半 真的 就恢复到少女时代 她一直都很少女啊 对对对对 就跟少女时代 这个体态年轻啦 我们心态也要保持年纪 然后大三元 大家都健康发财 大贪钱啦 是 我们来看新隔渊的消息 当年初五一早 前副总统陈建仁的黑色座车 家里缓缓驶出 即将接任新隔渊的他 这几天密集和总统蔡英文会面 讨论隔渊人选 据了解两人排版定案 副隔渊人选内定 由前陶渊市长郑文灿接棒 政院秘书长李孟燕留任 新任内政部长 则是前金融市长林又昌 交通部长王国才留任 为了强化沟通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将接任行政院发言人角色 过去陈建仁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就陪同蔡英文总统 面临了许多的考验跟改革 而他一向是以温暖 而且充满任性的政治性格来处理 而我也有信心 他能够在这个部分 做好朝野的沟通 然后带领整个行政团队 持续坚定 而且充满任性的向前迈进 蔡英总统跟陈建仁 两人以温暖兼任为轴心 定义新内阁 陈建仁更强调 将朝三个原则布局 包括增加女性格员 格员年轻化 培养中壮世代人才 以及多延览地方执政 或是民意经验的人选 拉近中央地方距离 而传出驻美大使萧美琴 渴望返台担任外交部长 和现任的部长吴钊燮 两人互换职位 有战猛风号的萧美琴 不只和总统蔡英文关系良好 和副总统赖清德 沟通管道也顺畅 外交斡旋 优秀表现 根本认为是赖清德 参选2024的最佳副手 萧美琴大使是近年来 驻美大使里面表现最杰出的 在国际之间 在华府都颇富盛名 所以他不管担任大使 或他的下一步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进一步的舞台 跟战斗位置 我相信都会是一个 绝佳的人选 林江龙的黑色轿车 一早九点半进入总统官邸 一小时后又离开 传出总统将再次征询他 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总统预计27号召开记者会 正式对外宣布人选 由陈建仁率领新团队 新内阁新倾向 判重新赢得人民青睐 这次新人是我们看到 院长是陈建仁副总统 前副总统也要接 那么副院长是郑文燦 内阁部部长是林又昌 总统府的秘书长是林佳龙 明运局我想请问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 《贵你讲拜哪个西纯》 在网上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看到陈建仁前副总统 当时说他没有意愿 你记得吗 然后他就说 好像是蔡英文总统 没有征询过他 那您觉得 在经过这个过年之后 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转折 还是其实这些蔡英文总统 展现他很能够最后谈判的条件 我先讲 其实就我的了解 就是说陈建仁 他并没有骗大家 那个当时他在讲的时候 这个蔡总统确实是没有征询过他 因为这个一切都要尊重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 他确实是在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在这个过年前 那个礼拜五的时候 把整个立法院 把中央政府总预算 审完了之后 他才功成身退 然后直接跟总统请辞 那所以在苏贞昌没有请辞之前 如果总统就已经开始 到处去征询人 这样子对苏贞昌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一个行为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 等苏贞昌正式跟总统表明 此意两个人声谈过之后 然后确定他要走了 然后总统才进行下一步 所以这整个过程 这个一定是按照 你叫行政伦理也好 或是说你要尊重 尊重这个包括苏贞昌 或是这个怎样 不可能在苏贞昌没走之前 你就开始去找人 这不可能 这样子不合乎人情意理 这个也是 这个总统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陈建仁 按照这个媒体的披露出来 他总统也是确实是在 这个昨天 昨天跟陈建仁见面之后 前天 然后才开始发布这个消息 所以一般都传说 陈建仁要接行政院院长 是媒体创造出来的 还是从民意堆砌出来的 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然 就是说大家会有所揣测 包括就是说 包括民进党九合一 包括拜选之后 当然有些人会期待说 你内阁是不是要整个大改组 然后苏贞昌是不是要下台换人 这种声音都有 那我还觉得还是取决于苏贞昌 苏贞昌他决定 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脸书上 也讲过很多次了 他跟总统在九合一败选之后 他也跟总统请辞了两次 那后来总统就这个 真的就准他辞了 就说整个内阁是焕然一新 那必须要讲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 陈建仁确实是一个好期 那总统跟陈建仁谈过之后 我觉得 国民党也不用见缝插针 一开始在讲说 陈建仁不可能 他舍不得放弃他什么四五十万的 什么月薪 是不是他爱研究 我觉得赵少康去讲这种事情 就是你心里 眼中只有钱 你看得到钱 你才去讲说 人家陈建仁是这样子的人 你以陈建仁跟蔡英文 多年的这种革命情感 这种打拼 我觉得 如果总统真的是拜托他 来担任最后一年的 这个隔魁的话 我觉得陈建仁是 不管是为了国家 或是说为了这个挺蔡 蔡总统 我觉得他都会来 这个以身相挺 包括我觉得陈建仁也不是第一次 出来就是说以身相挺 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内阁SARS的时候 有没有 后来陈建仁也是临为寿命 出来去担任这个卫生署署长 来帮大家度过这个SARS的危机 所以包括就是说 他对处理疫情 或是夺理SARS这个期间 然后甚至他在刚当副总统的时候 他有处理过年金改革 有处理婚姻平权 这都是非常非常棘手的那种烫手山芋 但是在陈建仁这样稳健的带领之下 你看一年的时间 开了无数次的座谈会 我觉得最难得是婚姻平权这件事情 因为他自己有讲过 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宗教对于婚姻平权这一块 是一向有非常大的争议 我记得他的那个书里面有讲过 说他太太当时有收到很多 来自宗教界的压力 他太太连那个简讯都不敢拿给他看 连教友的这些对他的这个批评 都不敢拿给他看 所以你就知道陈建仁那时候 在做婚姻平权这件事情 他处理是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以他就是 你知道很多记者现在知道 陈建仁要来当行政院长 大家都觉得说 有一个温暖的大人格 要来做内阁的这个格魁 其实大家都对他蛮多的期待 我认为不只是他宗教家的情怀 包括说他处理这么多的 你看从SARS时代的危机处理 婚姻平权年金改革这么大的 你看军公教的反弹当时是多么大 可是他可以一年开超过两三百场的座谈会 我觉得你可以 他是非常有耐心 有耐心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人 我记得过年前 我们在做这个政论节目的时候 明杰姐你应该也记得 是非议员也在现场 明杰姐我记得当时有其他来宾说 说他很不忍 不忍让陈建仁来接行政院院长 因为到时候要接受很多的立委 很多这种所谓官员的质询 怕可能对他有点不尊敬 可是他竟然把那个重担给扛下来 是啦 国民党有很多磨刀霍霍 我看这几天很多的评论出来 就说到时候一定会针对他高端的什么事情 就要开始拿他开刀 连论文这件事情都好再扯出来 什么都要问他 论文事情包括当时他在第一任 跟蔡总统搭党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什么医学期刊 这个论文什么抄袭什么事情 这个都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我觉得在吵这种旧文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我觉得还是说要针对未来这一年 他的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一年不一定是看守内阁 他还是很多的一个开创性 尤其很多人期待 比如说204赖清德 待会我们要谈论赖清德 就是定于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定于真要拼总统 那当然行政院要做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个后盾 所以我会觉得说内阁 就是找陈建仁来 他看起来是一个温暖大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跟立委针锋相对 他也许可以展现他另外一个 不同层面的隔魁 我觉得对行政立法来讲 都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气象 所以北远我说实话 东西 陈建仁副总统 而且这种媒体专访的时候 一说我没被问过我 然后想说他喜欢做研究 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焦虑 我还在节目中一直讲说 你们告诉我 苏认真哪里做的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换掉他 然后我记得您跟我讲说 好像就是一般 以前民进党如果选得不好的时候 就会有出现这个 所谓要负责 隔魁要总持的情形 结果过了一个年 我相信由陈建仁来当 那真的是众望所归 刚才明玉姐所讲那么多的过去 还有就没有所谓 没有人选的焦虑 你认为呢 我这么讲 就是说民进党过去的传统 2018年民进党大选选输 那时候的行政院长 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那时候 也是负责任的把当时的所有 2019年的预算全部审完之后 他才去跟总统辞职 不管别人怎么样说他 就是撑到那个时候 所以今年的状况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说就民进党的内阁来讲 辞职你知道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别人的骂就不会骂到我了 反正骂的就是另外的一个行政团队 就不是我的事 但不管是赖清德 或者是不管是赖清德 他们都是忍着这个所有的辱骂 嬉笑辱骂 忍着把所有的总预算审完 这不是为了民进党 而是为了国家的国政 能够继续延续 预算审完之后 接下来当然就是我的责任政治的开始 我就是去跟总统辞职 所以刚刚明玉杰讲的非常的对 就是说如果当时虽然说 这个一般的民间的声让 对于苏贞昌院长 应该要为了这个败选而辞职这一件事情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对 一般的民间的人都觉得说 对啊 一旦去国民党跟民众党 不成这样 你又要做 这样怎么做的 就是说你已经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你已经被骂得臭头了 你是不是应该换个人 有新的气象 但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觉得说 我们做得好 就应该要继续做下去 是啊 可是苏贞昌院长 他几次的请辞 选完之后 他第一次请辞 第二次 他就是在这个 总预算审完之后 然后来做请辞 那我觉得 总统也认为说 责任政治 其实就是负责 所以也让这个苏贞昌院长 来离开 那个才开始征询嘛 我觉得民进党不是一个 我们当然是对内竞争 对外就是团结 所以换一个新的团队 来主政这件事情 也是民众所期待的 那陈建仁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名誉杰卓讲的 从这个2014年以来 2016年以来 就是说他跟这个蔡英文的合作 几乎是无缝接轨 你没有看过有任何 史上有哪一个副总统这么忙的 这么配合你看 而且这么忙 忙着被骂 对不对 年金改革 你看他被骂成怎样 甚至有人就是集结了团队 然后去包围他去抗议他 可是他不为所动 他依然用笑容的方式 我真的看到 常常看到他在这个座谈会上面 我都觉得说 这个人的气度真的是值得我学习 怎么可以下面的人把他骂成臭 骂了那么多 可是他还能够依然的维持这样子的笑容 听大家把话讲完 所以陈建仁从2016年来 跟着这个蔡英文总统 我们的这个团队 刚刚讲的年金改革 司法改革 婚姻平权的事情 其实都看得到他的声音 而且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当这个新的团队要组成的时候 陈建仁当然是这个人马之一 或者是说是名单之一 他很适合他 他有经验啊 是 所以你刚刚讲说 什么国民党就说 你什么为了钱 我告诉你为了钱 那就继续留着 他为什么要去当副总统 他那个学术地位这么高 对不对 他为什么当时2016年 要来帮忙 要来一起参与 因为一般国家尽一份力量 对 因为他就是为了 觉得自己有一份心力想要付出 第二个是 他的家庭的成长背景 对政治其实不是陌生 他后来生涯选择了学术 但他过去从小到大 他爸爸就是在高雄 选季的 他们家就是高雄黑派 所以他们对于选举 对于政治其实不陌生 再来他在立法院 会被寻 会不会被 被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击垮 不要忘记 他以前是卫生署的署长 所以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其实都是 过去就有的经历 那当然新的团队 面对的就是新的考战 挑战 现在绝对不是 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 这个学术上的意义是 已经选出了 另外一个总统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团队 还没有到任期结束 那才叫做看守 所以接下来这一整年 绝对是民进党要继续 把我们的这个施政 让民众看得出来 那陈建仁 过去大家讲说 有所谓的沟通不足 或者是面对认知作战 要如何更能积极的沟通 也许要像陈建仁这样子 不为大家的辱骂 用耐着性子 继续跟大家沟通 这件事情是他的特质 所以接下来 包含他 包含郑文燦 燦哥 都有同样的特质 都是他的风格 对 对 他们不是 你骂我 他们就是非常圆滑的人 我觉得很温和 我可以看我跟你说 就算是你骂我 我都能够用我 慢慢讲 跟你讲道理 讲给你听 也许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民众期待的新团队 就是要有沟通的能力 那这样子跟苏贞昌院长的风格 是带有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偷问你 他会去哪里 苏贞昌吗 苏贞昌 当然我要讲 我个人很关心这件事 苏贞昌院长 其实也七十几岁了 不管是总统 内阁行政院长当过两次 包含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也当过两次 他要退休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退休 因为你看他就阴不住了 你看他辞职完之后 他跟总统辞完之后 隔一天七点二十五分就出门 大年初一 他继续率着行政团队 去慰绕当天大年初一 在工作的这些政府 这几天过年 他也很忙 对 就是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 苏贞昌院长带着红包 去慰绕大家 这就是苏贞昌院长 就是穹穹穹 所以无论如何 他离开行政院院长的职位 他还是会继续 在这个守护民主 守护民进党这个部分 我认为他会继续有角色 但应该没有入阁 我认为不会了 因为入阁都变年轻女性化了 怎么办 小卫姐 我先给各位看 这个有预言说 苏贞昌会回锅的是谁 是在一月二十五号 也就是昨天的赵绍康 那他在中国时报 接受中国时报的独家访问 他觉得苏贞昌会再回锅 讲都不准吧 当然都不准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这个是行政院长找不到人 郭正亮 这也是号称 这个蓝媒最喜欢找的 他讲苏家权 他讲苏家权 这两位都错了 所以我不晓得 这些人到底是在乱什么东西的 刚才先讲到 那个苏贞昌院长 他的幕僚 其实也是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朋友 也是政委 那过去 曾经帮他写过 撰写过非常多的稿子 也对苏贞昌院长其实是非常的了解 那他说这次院长其实要离开的时候 他曾经 他也帮他准备好了一份的稿子 但苏院长说他要自己写他自己的稿子 那但是我想黄志达政委 他是对于苏贞昌院长的心情 他是最了解 所以刚才文瑶问的 我想用黄志达政委 他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可以回答 他说苏贞昌院长 他会在民间做一个台湾人 那只要台湾有事 只要台湾需要他 只要民进党需要他 他绝对会挺身而出 苏贞昌院长就是这样子一个可爱的人 那我刚刚其实听到了 这个包括名誉 包括这个苏贞其实讲到 这整个苏贞昌院长 在他还没有口头 这个跟蔡英文总统正式来请辞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总统是再怎么样 都做不出来说 先打着灯笼去找人 要来取代苏贞昌院长 那个时候陈建仁一定是第一顺位 因为过去 这个其实在民进党内 或者是在过去有非常多次讨论 那常常陈建仁副总统 都是被讨论的人选之一 那但是从来都没有听到 蔡英文总统说打着灯笼 要先去找陈建仁副总统先来做备胎 这是绝对不符合这个人情意理 只有说上个礼拜六的时候 晚上八点多在总统官邸开会 很多委员被找进去了 很多这个派系的这个大佬都被找进去了之类 就这样 那我觉得苏贞昌院长就跟这个当时的赖清德副总统一样 他们要把这个总预算要把它完成之后 那他们才请辞 这是基于责任政治 我先跟各位报告 如果说总预算如果他没有完成 那就他们请辞的话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宪政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到底会怎么样 你整个的立法院就变成要再来空转一次 你整个的立法院要再重新 所有的行政部门要再重新提出一次的预算 重新提出一次的这个预算的话 那这个整个国家要在原地踏步要踏多久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位置上 包括赖清德副总统的当年 还有包括苏贞昌院长的前一阵子 他们必须在这个位置上面 包括忍辱负重 然后完成他们的工作 那更何况苏贞昌院长 他在这个过去几年来 他的政绩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包括他们这几位的院长 民进党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着 从林荃然后到赖清德 然后到苏贞昌 到未来的这个陈建仁副总统 我觉得这些都是 在台湾未来的行政院长的任内 绝对是可以留下 那个一笔一笔非常成功的政绩 那我想来讲 现在就开始已经有很多的抹黑了 我刚刚已经看到像赵少康 像这个郭正亮 已经有很多抹黑 今天赵少康又讲 他说这个叫布伦内阁 什么意思 就高端 说这个高端怎么样怎么样 他这是布伦 然后这个郑文燦 有学术论文的这关系 也是什么什么布伦 所以他就直接给他定义 布伦内阁 就已经开始贴标签了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才是布伦 怎么说你们这些人才是布伦 你看看 以陈建仁副总统 他针对于高端的话 他本身是什么 他是一个受策者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受策者 然后他本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他的良知 然后他又是在这个公卫领域当中 国内上面首屈一指 不要讲国内 他是国际上面首屈一指 刚刚讲说 有人在讲说 他在意中年院一个月四五十万 你要知道他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 也是这个不停邀请他 希望给他美国国籍 希望给他非常高薪留在美国 同样的我们的翁启会 也是同样的一个身份 但他有选择美国籍吗 他们有选择美国籍 他们选择的是作为我们台湾人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这是他值得尊敬的地方 竟然现在用这样子的小人之心 去度他们的这个君子之父 然后他是一个公卫的精英 他本身又是一个专家 他本于对于国家 如果有一支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个疫苗 这个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 到现在面对新冠肺炎 日本他们也想要有 韩国也想要有 台湾的高端能够抵抗 到现在证实是可以抵抗的 这是一件在国际上面重大的事情 那以这个陈建仁副总统他的专业 他告诉大家 这个叫什么不伦 我觉得赵少康你才不伦 我觉得像郭正亮 现在拿这种的批评的人 才叫做不伦 那第二个 我觉得陈建仁副总统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郑文燦市长 他们最擅长的是沟通 刚提到了包括年金 然后包括过去的SARS 那包括了在这个婚姻平权的这个过程 陈建仁副总统做了非常多 真的是让外界看到 我每次看到这个副总统 还有甚至于在这个陈时中部长 在选台北市的时候 你看到他 他每次脸上挂的笑容 你看到他真的是盛光充满 他说他要做世上的光地上的盐 还记得吧 这世上的光地上的盐 他要 如果他能够贡献 他能够服务的话 这是他为台湾这块土地 他所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在国际上面 除了有他一个科学家 他一个理性 那更重要的 他有宗教家的一个温暖 他是国际上面 他是圣骑士 是台湾跟欧洲 现在我们在欧洲 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 那跟这个教宗跟教廷 能够保持直接沟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他又擅长沟通 刚讲到郑文燦市长 郑文燦市长 他是在桃园的时候 他能够不要说绿营的 他甚至于蓝营的 你只要这个有任何的需求 那去找他帮忙 他绝对可以帮你找到一条合法 然后又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让这些的议员可以去面对他选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桃园的蓝绿议员 都会服他的一个道理 所以过去或许像文燦刚刚所提到的 孙章院长 他因为他个人的霸气 我讲有人不喜欢他的 认为说他的霸气 可能他绝不喜欢 但喜欢他的人 认为他说他霸气就是执行力 如果没有他的霸气的话 我们怎么守得住非洲猪瘟 我们怎么能够对抗疫情呢 那但是接下来台湾要面对的 是在国际上面更重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国际情势上面 恶乌战争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除了说要进入新的一年之外 现在欧洲已经要把新的武器 坦克要全部要进入到乌克兰 那这个美国也在重新检讨 那对于台湾的军售 时程是不是慢了一点 那这些都是台湾在国际上面 我们要面对新的一个课题 如何跟国际上面沟通 新的院长 新的副院长 绝对是可以带给台湾 一个不同的气象 明天早上会有宣布 最后确定的这个人选 不过今天这个 我们首先露出的 应该就是不会有任何改变 不过还有更多更细的 包括有年轻的方向 跟女性的方向 医生委员所说的 温暖的战斗内阁即将就位 而接下来 整个的问证方式 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我们下回来 年初一陪同副总统赖清德 在基隆发府带 林又昌就被相亲热情喊部长 如今新内阁人士逐渐明朗 林又昌立定接任天下第一大部 内政部长 相较于林又昌本人低调 妹妹强先在脸书po文 直呼恭喜我哥 据了解蔡总统日前 已和林又昌谈过 那要等新格奎约见后 才算完成程序 六年节林又昌 毕业于台大陈乡所 是民进党内的中生代 幕僚世代 在府院党都有历练 2018年开始升耕基隆 在蓝大鱼律生态下 蹲点六年 2014年才以十万高票 当选基隆市最年轻市长 八年任期建满时 搅出八成二施政 满意度成绩单 现在正式站上接班梯队 党内立委相当看好 依照林又昌市长 八年的基隆市长的经验 而且让基隆做了大改变 相信他绝对可以胜任 这样的一个职务 我相信这个接班 是一个完美 年轻 世代轮替的一个接班 另外现任内政部次长 陈宗燕 在新任隔魁 陈建仁征询下 预计转任行政院发言人 传出陈建仁 是对陈宗燕 在疫情指挥中心期间的表现 留下深刻印象 很多人在利用这种假的 混乱的方式 来让社会产生在 防疫的过程里面 造成混淆视听 这个方法都非常 对整体的这个社会 是很不好的 你说有从中国回来的民众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身为防疫五约天成员 陈宗燕态度坚定 口条分明 对发言工作也相当熟悉 2018年起就 接任内政部发言人 也曾任台湾省政府 与花莲县府发言人 更是赖清德台南市长 任内的小内阁成员 未来将单起 向媒体民众 清楚说明 政府政策的重要窗口 而这次府院的新人 是我们看到 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 内政部部长林又昌 跟总统府民主长林嘉龙 那么赵绍康 已经开始贴标签了 他说这叫难看的不论内阁 不论内阁的部分 刚刚预认者有特别回应过 不过我们要再来看到 也是民众党 张其露说 他说成见人 非强势的隔魁 他说未来可能出现 强兵弱将 他讲的这个方式 针对成见人而来的 马杰明阁 他说所谓的强兵弱将 指的是成见人吗 另外 上一段我们特别 让三位女性的来宾 可以先讲一下 他们的看法 因为传出说这次整个的 阁园的方向 才是年轻化跟女性 但问题是 这个所谓的女性 是不是所指的是 萧美琴 因为一直有传言来说 驻美代表萧美琴 可能要回来台湾接任 外交部部长 杰明哥你怎么解读 好我们先来谈 就是张其露所说的话 当然我从头到尾 不知道张其露在说什么 什么强兵弱将之类的 他只是可能就是 记者访问他 他就随便说两句话吧 其实他真的不太了解 陈建仁这个人 就是他应该要做点功课 当时在2003年 2002年的时候 SARS的时候 当时的陈建仁 他是如何去面对 全世界没有办法 去处理的SARS 那时候整个SARS 很少了整个亚洲 还有中国 但是台湾就是 第一个先知道说 只要发烧就是感染 然后把这事情给解决掉 那个人叫做陈建仁 那时候他接手的时候 正好是万法 发生的医院 整个被封城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连马英九 担任台北市长 都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是陈建仁把这事情扛下来 可能张其露没有去做功课 那另外一部分 当然有谈到就是 当时年金改革 我如果把时间再快展到 在这个六年前 当时的年金改革的画面 我想那是非常让大家觉得 是一件 就是当时陈建仁说 你没有坐那个位置 你不知道地域 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 坦白讲 那一年多的时间 几乎媒体不断地 草论这个事情 还有八百壮士 那时候陈建仁不断提出 就是想法递感染支 给这些所谓的 退休的反对人士而言 那时候的状况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是一面倒的 可是曾经人讲一句话说 如果不改革 对年轻的公务员来说 这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当时的退府会 如果不做 退府制度 如果不做改变的话 确实就是跟现在的老保一样 年轻人在把钱交给退休的人 而年轻人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帮助 但是陈建仁在把这事情解决完之后 他也特别提的是 从今天开始要求希望行政院 每一年至少拨补200亿以上的钱 交给这个老保 现在我们这金额要增加了 可能今年要拨补金额 是超过1000亿以上 当时他就断言这部分 其实也给了老保 跟所谓退府有个明确的看法 我想张启路应该回到那个年代 去看那个时间的时候 他怎么会觉得陈建仁 会是一个弱将 这是一个非常可笑 他直接沟通的方式 应该是很温和 不过理想是很坚定的 你知道学科学的人 就是很大的特质 就是大胆假设 但是小心求证 而小心求证过程当中 是每件事情都必须要 非常谨慎的去思考任何步骤 学科学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很重视逻辑性跟目标导向 如果不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的实验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张启路可能没有学过生物 没有学过这种生命科学的东西 其实生命科学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且非常小心翼翼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 在中研院工作都知道 你可能上礼拜某个时间 所做的事情跟这礼拜 某个时间做的事情是一样 我可以预告下礼拜某个时间 跟这礼拜做的时间是一样 它是不断地反复去验证 因为我们现在中研院工作 我们知道生技产业是一个 非常寂寞但有趣的一个环境 所以张启路并不了解这个陈建仁 所以他所说话我们就听听就好 我想身为民众党的这些干部 你不对行政院 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所以他当然对未来行政院长 他会发表一些看法 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他了不了解陈建仁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要总结过去七年 整个内阁的一个 过去六年整个内阁的一个计划 包括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 在今年都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讨论 还有他后续要做的一些发展 那这部分当然就很严格的讨论到 这个行政院长对未来这一年 他所有的责任 那还包括治安 资安还有国防外交 当然国防外交属于是政府的 但属于总统府的 但相关的这些事情都要做总结 那你认为如果今天不是 陈建仁跟蔡英文总统的关系这么好 陈建仁会扛起这个责任吗 我记得陈建仁曾经说过一句话 当时蔡总统 他请他来做副总统的时候 他认为就是备会元首 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但是他也没去跟蔡总统说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结果没想到 他接任副总统的时候 他竟然承担了这个责任 刚刚有谈到 包括我们说的就是婚姻的 这个我们说平权 但是其实最灾难的事情 就是要接受年金改革 那绝对是一个灾难 当时陈建仁也没有说 原来你找我副总统 是要做这些事情 他没有 他就接手这个工作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接手起来了 我相信这一年 立法院会有很多的责难 但以陈建仁的个性来说 他就发表了一个 脸书上面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事情 彼此互相宽容 这个国家会走向和谐 这就是他的态度 也说在未来的立法院 任何的攻防 他的态度 当然会跟苏贞昌不一样 但是不代表他做的事情 不会像苏贞昌那样果断 说不定他更坚持 他以他个性 绝对会非常折善固执 会输理很多 更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没错 这就是他的个性 所以但是他不会用 非常凶猛的言论 去对待我们说的对手 我想这是不是说苏贞昌不对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同 风格不一样 对 风格不同 那当然我其实觉得 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应该是陈宗燕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在立法院里面 这个我们说行政院 必须要对立法院做负责 但是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 其实发言的角色 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陈宗燕 在这次的 他是内政部 在内政部次长担任 这个我们说的防疫中心 里面的这个副执行长 但是他每次在关键时刻 讲的话会让他觉得 哇 你就不用再说了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那陈宗燕一般来说 他是跟赖清德关系比较好 所以有人说句话说 从内政部把他拉出来 这件事情是要对赖清德下手 这是有人见风插针 其实不是 其实陈宗燕做政院发言人 恐怕这位置会是将来 这个陈建仁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陈建仁在立法院 针对立院执行 可是重大事件会由陈宗燕 来代表行政院发言 我很期待他的妙语如珠 搞不好更多 让大家觉得非常一针见血的话 会在发言人室里面去说出来 这是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让大家值得期待的 那当然林永昌的事情 我就不用多说 因为这部分 他也是代表郑国会 也同时间他过去在基隆的改变 只要去基隆的人都说 基隆真的不一样 天下第一步 但是本来是猜他是接交通部长 但是后来是决定接内政部长 那当然可能原因是因为 国财跟苏貞昌关系不错 继续留下来 我们就继续看 到底这个布局是怎么回事 但我相信内政部 由林永昌出来的话 稳定警方的这个试剂 可能是林永昌要做的事情 因为不用担心 他以他的能力这件事觉得OK 那当然大家考虑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蔡总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也在媒体上看到 就是女性格员会比较多 那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玄缺 大概只剩卫福部了 因为大家说卫福部应该 现任的这个 学院应该会离职 但是卫福部 现在说的事情 很可能是王必胜 所以现在等明天就知道 那女性会是谁呢 我比较好奇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财政部 因为财政部确实去职了 那这个前任财政部长已经去职了 那会是一个女生吗 如果这部分现在 你现在带财政部长是一个男生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你说要一个女生 大家想的就是外交部长了 因为名单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名单上面看出来也都是男生 对 所以女生 所以是不是帮肖美琴在说明是这样吗 对 那唯一 你就只有财政部 可是财政部现在已经有代理的 这个财政部长 要换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大家思考的事情 是不是外交部长会迎来一个 大家觉得很期待的面孔 就是肖美琴 但驻美代表也是一个 非常吃重的角色 是 当然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巧合 为什么媒体会说肖美琴回来 是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现在外交部长 吴钊燮的两个左右手 都被调离县值 一个是去驻日的 一个是去纽西兰 所以大家很好奇是吴钊燮 他的左右手不见的话 那也传言吴钊燮在打包 这个也都是传言 这个打包也是有记者去募集的 所以大家是想说 他是不是跟肖美琴做兑换 由他去担任驻美代表 然后肖美琴回来 这是大家所思考的问题 那到底会事实 以目前的这个台面上的名单来看 我们似乎真的没有看到新的女生出现 那唯一可能就是 是不是肖美琴会代表外交部长 那当然有人说他可能代表外交部长 他驻美的关系更重要 其实外交部长其实对跟驻美关系 也都维持一定的一个对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看 在明天是不是公布出来 结果是肖美琴会继续留在美国 还是回来担任外交部长 那如果当然如果留在美国 他对美国的外交的工作 大家是期待的嘛 因为他称之为战猫 他对中国的说法 其中在这种温和当中 其实有一些火药味 符合美国的状况 就是脸皮 就是不能撕脸 脸不能撕破 但实际上硬干 现在美国对付中国就这样子 脸不能撕破 但是事实上你看到 在太平洋的军事是不能增加 你看F22是真的到了日本 去代替这个F15 那事实上更多的是 无人战机 无人的潜水艇 也是设计对中国 但不说破 那会不会说 这个情况会有些改变 大家就会注意到说 是不是在女性隔夜里面 有一个让大家觉得 哇 哇 就是surprise 那现在能够surprise 大概只有小美琴 苏培议员 我相信您过年期间 一定也很无缘 那今年过年期间 我跟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在讨论 到底谁要来接习近医院长 因为大家都吓到了 陈静人不接 可是起来都是不对的消息 您觉得这样一个名单一出来 包括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包括小美琴 您觉得 如果以请您来评估 小美琴有没有可能 今天回来台湾做外交部部长的话 您认为机会大不大 我当然都觉得 因为你看 从郑文燦 林又昌 林佳隆 其实他们几乎都是 野百合学运世代 甚至林又昌市长 他更是幕僚世代 就是说更是往下一点点的这个世代 那这已经符合年轻化了 那刚刚杰明哥讲了说 我们的内阁改组 是不是除了外交部之外 没有其他的女性 不会啦 还有啦 比如说农委会 陈吉仲要 陈吉仲要回去 他回学校去交出了 可能很高 那我要讲的是说 不是他那个位置 就一定是女生啦 因为我们是总统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但我觉得这个要多找一些女性 多找一些年轻的 我觉得这都是对民进党 对于女性 对于不同性别族群 不同世代的栽培 因为包含这个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钟燕 陈钟燕 他其实也是过去是议员 台南的议员 然后没有胜选之后 到了台南去做小内阁 后来中央执政之后 他到了这个内政部去做历练 做政次 其实这都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都是在栽培人才的 所以现在新的这个格魁 来组阁之后 这些人其实都已经准备很久 而且也历练很久 所以萧美琴 除了一些外交部部长之外 也顺道来跟赖清德 搭档选2024 他跟赖清德主席 本来就很 之前在立法院是同事 后来他们曾经也一起出访 所以萧美琴跟赖清德不陌生 所以机会很高 赖清德副总统他访美的时候 那也是由萧美琴大使来做安排 对 刚刚我们的画面 其实都有看 所以应该就是赖萧佩了 能不能是赖萧佩 我不晓得 但我觉得萧美琴也是个人才 而且他到了美国 去当驻美大使的时候 他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里面 有这么大的进展 大家都看在眼前 那萧美琴跟吴娇歇兑换好不好 这两个人才的运用 要看这个时间点 到底接下来的目标要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会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让美国的关系 跟我们的关系要更紧密 一定一定 对 那这样子的交换 会让美国跟我们的关系会更紧密 或者是有更多其他的考量 如果吴娇歇当驻美代表的话 台美关系会不会更好 他曾经也待过 他曾经也是驻美代表 他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他曾经是驻美代表 他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也曾经当过驻美代表 所以驻美代表对吴昭 吴部长来讲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职位 所以把他换回来更好选2024 但问题是说要讲的是说 现在把他这两个位置做调换 有什么样必要的任务吗 我觉得从我来讲 我觉得这两个位置 其实是我们外交为二重要的位置 不管是外交部部长 或者是驻美大使 这两个位置都非常重要 那这两个人去做调换 有没有需要做调换 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做得非常好 在这个部分 其实有必要的话没办法 当然是总统的职权 那当然如果萧美琴 能够回来担任副总统 我觉得他很棒 我也觉得他很好 而且我相信 他一定得到非常多的掌声 他带回来的 一定会把从在美国的政治圈 大家看到他的不是大使的大使 特别的大使 带回来台湾 让其他 如果他真的当了外交部部长之后 是不是可以把他在美国这样子的特色 扩及到美国之外的国家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我知道玉未姐要补充 我想我先讲讲 萧美琴大使他在美国 过去美国也有台湾日 在很多的职棒球场上面都会有台湾日 但是萧美琴大使他到了美国以后 让美国职棒球场上面 不管是在Mats 或者是在New York的洋鸡球场上面 你看到台湾日 让所有的台湾人找到了 作为一个东华民国国民 作为台湾人的光荣 这个其实就是萧美琴大使 他在美国他陆力非常深的一点 那另外呢 萧美琴大使他在他的大使馆里面 常常办理这个宴会 他在这个宴会当中 他不是说请这个catering 然后到家里面来 或者是请他的chef 来这个料理一道 美国人喜欢吃的牛排 他不是 他把台湾我们夜市的这个小吃 如何来介绍给所有在国际上面 在美国上面的这些外国朋友 能够更加理解我们台湾文化 这也是萧美琴大使 他帮我们台湾的文化 拓展到国际上面 那他现在呢 这几天正好有一条新闻 在美国华盛顿的外交圈里面 有一位他虽然没有大使的头衔 但是呢 他是在美国的外交圈里面 这个举足轻重 最有大使的那个派头板桃 然后最有那种 在外交的分量的那一位 就是萧美琴 这是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那我就呼应刚才 这个舒培议员所讲的 因为外交部长跟驻美大使 在现在台湾来讲 这两个位置是等量奇观的 因为台湾现在在国际上面来讲 不管说是在美中贸易战持续 或者是在印太战略当中 外交部长他必须总理的是 除了美国以外 美国当然也包含 那整个的这个世界上面 如何来看待台湾 那在美国的部分呢 你看美国前一阵子杨恩 有多少的美国的众议员 有多少的美国的重要的 这个的一些民意代表 甚至于现在也传出来说 麦卡锡他也可能会来到台湾 这些都是需要跟美国官方 进行非常相信任 而且非常机密的一个沟通 才能够完成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萧美琴一定会留在美国 他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回来 那至于会不会是副总统 我个人基于爱猫的立场 我当然希望这个 对他回来 不是啦 但是这个实在太私人 这个理由太low了 我觉得应该要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 总统跟副总统 我们应该要放在 所有台湾人的格局上面来看 什么是对台湾人最好 哪一个人放在 哪一个位置上面最好 我刚讲 吴钊燮这个部长 他放在外交部长的位置 非常好 然后萧美琴大使 放在驻美代表的 这个位置上非常好 这个是现在对于台湾 最好的一张牌 那至于刚才说 还有什么部长 我们教育部长 教育部部长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部 那劳动部长 现在也是女性 那我们还有非常多的 这些部长 科技部啦 那甚至于数位部 是不是有可能是女性 这我不知道 这是总统的职权 但未来的这个 各个部会的部长的人选 恐怕呢 都可能会朝向 有女性 或者是更年轻的 一个部分来发展 所以这个府院的人选 明天就会知道了 我们当然是抓紧时间 在还没有正式宣布之前 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稍后来继续来看到 是2024谁要选 如果说赖清德被萧美琴 那如果说郭台铭说 又神明决定 那柯文哲已经在准备很久了 而且他还帮侯友宜解套 说侯友宜在新北13年可以选 那到底谁选 胜算比较大 稍后来 副总统赖清德大年初五一早 来到嘉义县水上乡苦竹寺 进场时与迎接人员集长 看起来神情相当愉悦 在嘉义县长翁张良 立委蔡玉宇等人的陪同之下 上乡向神明祈求国泰民安 同时也感谢嘉义县民 对他的支持 嘉义县支持者的热情 从排队人龙就看得出来 有家长一大早就带着两个孩子来排队 还特地穿上硬颈的兔子装 还有人从高雄回到阿嬷家 专程带着赖清德的书来排队领红包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赖副总统发完红包之后 还走向媒体区发红包 但对于内阁问题确实笑而不答 赖副总统随后赶往嘉义市和新港奉天公 继续拜废发红包 对于民众的要求来者不惧 展现亲民的一面 从刚才赖清德副总统的回应当就看得出来 就像刚刚上一段我们讲的 都要换这个隔魁人选 还有很多人情异理在 可能是赖清德副总统觉得 马仔就知道 他可能就不便多做说明 当然 不过讲到赖清德副总统 上一段我们特别提到是萧美琴 大家一直觉得说 好啊 如果搭档来选2024的话 以民进党的知识来讲 当然觉得有年轻人有女性更好 所以如果赖清德搭配萧美琴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第一个想继续问明玉姐就是 萧美琴有可能吗 从助美代表回来台湾先当外交部部长 然后可能在 是不是就是代值参选或怎么样 我不知道 好 这可以讨论 然后选总统的人选当中 郭台铭其实在今年过年当中 大家一直不断揣测他 郭台铭是不是 他也是有意愿再出来选一次 还有包括侯友谊 包括柯文哲 你怎么看 这两个问题都要拨杯 你也不敢明确讲就对了 太难了 第一个先讲萧美琴 刚刚这个与会有讲到 就是说纽约时报 这个是美国非常著名 而且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 他做了一篇萧美琴的人物的策鞋 那当然他把这个标题也非常的耸动 就是说华府最具影响力的大使 那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你在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报纸 他用这样子的标题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们跟 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 所以对萧美琴来讲 他其实非常多的困难 包括第一个 他没有大使的头衔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不能住大使官邸的双向元 甚至我们连很觉得很心酸 连挂国期都会变成一个 非常争议的外交事件 但是萧美琴他这个报纸是用说 他是用战猫外交 去赢过中国的战狼外交 那他形容萧美琴说 那个战猫 因为萧美琴本身很爱猫 他的个性就像猫一样 可以走在这种钢丝上行走 而且还可以用轻活灵巧的身段 你就知道说 我们在外交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 我刚刚讲了 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跟美国关系这么好 但是只碍于说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我们连国旗都不能挂的状况之下 萧美琴竟然可以成为华府最有影响力 他是用大使的称呼来称呼他 他说他可以直通白宫 而且每天都可以跟华府重要的官员来通电话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萧美琴他已经打入华府的核心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说剩下一年的时间 他要回来去接外交部长 我个人 如果你政治记者的角度来看 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 可是他已经打通那个管道 也创造那个所谓 每天要跟华府白宫 对 他可以直通白宫 那就把这个交交给吴钊燮 然后他就回来 接外交部部长 然后选2024 文英 你所有的角度 都是用选举的角度出发 可是不要忘记 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还是国政 尤其台美关系 台美关系现在就媒体 就纽约时报来讲 他已经讲说是 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不要忘记 麦卡锡有可能过年后 也会来台湾访问 你自己陪洛西之后 麦卡锡再来 是一步一步的创造历史 而且不要忘记 不能说完全都是 萧美琴的关系 但是在萧美琴 做驻美大使的这段期间 我们过了多少的友台法案 甚至还有美国的武器 可以40多年来到 无偿的提供武器给台湾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创造一些历史的一些 听您这样说 您跟预会者的想法 有点雷同 当然就是说 他驻美院是没有明白说 当然如果 我必须也承认说 吴钊燮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他是驻美的经验 不比萧美琴还少 他是从民进党没有执政 民进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有驻美的代表 可是前辈 对 他是从民进党没有执政的时期 吴钊燮就去做 民进党的一个驻美代表 所以代表说 他对美国其实也知之甚响 那他也做过驻美代表 所以等于说两个人 谁去做 其实我都觉得蛮好 只是说你萧美琴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努力 他已经可以直通华府的核心 希望能够更好的成绩出现 对 那你这个时间点 你是不是只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你把他调回来做外交部长 当然我们政治的角度来讲 我知道每个人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会觉得说 那不如你还是留在华府 那萧美琴继续驻美代表 你其实创造一些记录 那吴钊燮不会换吧 吴钊燮其实坦白讲 他其实在外交上面 我认为他个人表现 就是中规中矩 就是留任 继续留 对就继续 因为这一年的时间了 一年的时间 所以年轻或者是什么阁源等等 纯粹就是大家想象 以选举的角度来看 但是如果你要以选举 可能是萧美琴 赖清德跟萧美琴 因为之前不是讲赖清德跟萧美琴 或者是赖清德跟郑立军不是吗 可是我必须讲 就是赖清德跟萧美琴搭档 这个在我们跑选举 已经听了太多次了 那结果你认为 太多次了 如果说你是以搭配的角度来讲 这当然非常的合适 因为第一个 如果说你是以男性性别的平衡来讲的话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那再来萧美琴年轻化 然后又有国际观 那都可以补很多 这个譬如说两个人 都有互补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当然觉得非常适合 最后我要讲一下郭台铭 我想问太多了 我们总统的人选 我们广告就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